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對蔡英文的表現並不滿意 未來四年我們會拿出更大的誠意 來獲得各位的認同與信任 我們都是台灣人 所有的台灣人都是家人 對其他的選民溫情喊話 蔡英文得到817萬張的選票支持 突破滿英九2008年的765萬票障礙 創下史上新高票紀錄 有些人的手還在發抖 生怕一不小心就變成了廢票 這個就是民主的重量 就是自由者之位 我要跟大家說 我能夠領導這個國家 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 謝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中華民國首位女總統連任的票數 還拿下比首次參選的689萬票 多出了127萬多票 只是開心一個晚上就好 蔡英文隔天一大早 就會見了美國和日本代表 台灣人民再一次的用手中的選票 向全世界傳達了民主的價值 民主和自由確實是台灣最珍貴的資產 也是台美夥伴關係長期的穩固的基礎 台灣人民向世界表達了捍衛主權 守護民主自由的決心 那麼未來台灣也會跟理念相近的國家 積極的合作 會晤美國和日本駐台使節 傳達台灣的意志 蔡英文選後馬上上工 817萬票的托付 怎麼能夠攜帶 三新聞 綜合報導